如果大家有看上一集 我就試吃一天宮廷和唐朝的Style 今集我就會試下一個宮廷Style的招募習慣 我們今天學習的對象就是唐朝一位很出名的女性 楊貴妃 在唐朝做貴妃的時候就很出名受到很多重代 很多古代詩人都會讚賞她的美麗 甚至會分享一下她的習慣 我今天會試一下把楊貴妃的養生慢活的習慣 放在一個早上運用 起床第一件事當然就是吃早餐 我吃東西之前就想喝一杯百合杏人穀物的飲品 原來翻查過資料 楊貴妃已經有一個習慣噴香水 甚至乎寄了她想遮蓋她身體的異味 那種肉糕的配方就是用杏人和卸香 那種菊物飲品 除了可以混合水之外 可以放入耳麥、奶、豆漿或粥去吃都可以 什麼意思呢? 受這次去吃的 〜有些會不會blaacağım 應該是有些會不會跟我們做的 很容易就像不一樣 我喜歡我自己感覺到 我會喜歡你 我喜歡的 我喜歡你 你喜歡我喜歡你 我喜歡你 你喜歡我喜歡我喜歡你 早餐我今天會做一個YOUGURT BOW 水果乳酪的煲 眾所周知,楊貴妃本人非常喜歡吃荔枝 但除此之外,原來有記載 楊貴妃也喜歡吃熱帶的水果 例如有香蕉、芒果、木瓜 我今天的早餐YOUGURT BOW 就會用芒果和辣妹去做 雖然今天也是一個週末的日子 但我還有一點工作要在家裡完成 早上可以慢一點 但下午也要開始工作 但在工作之前也給我一點時間 閱讀一下今天的零收 陪伴我去零收,我會喝這瓶荔枝茶 這是洪福堂夏日新出的茶貴妃 是一種羊土和荔枝混合的茶飲品 來吧 先去吃吧 來吃著對方 比如說對方的有些人 在洪福堂夏日新出的 就是他的美麗 唐朝有很多很有名的詩人 阿伯居易 甚至乎李伯 說他的肌膚好像溫泉水滑 一樣漂亮 經常稱讚他的笑容 好像春天和春風一樣 換言一身的感覺 起床第一件事 我很喜歡洗臉 令人清醒一點 我今天會用這隻 S-Select的白泥泡 去洗臉 沖完涼出來 我會用這隻蜜糖的護髮膜 放在髮尾上 三至四分鐘 平常吹頭 或者頭髮耳乾的你 會有多一重保護 還有少少保濕 最後沖完涼出來 剛才洗過臉 要做少少保濕 這個很特別的 原來這個設計是可以敷頸部 可以敷頸部 從早上到現在 又喝又吃了很多東西 楊貴妃在宮廷的生活 真是吃盡她最喜歡的東西 在長恨哥裡面 記載 楊貴妃原來她生活 作息不規律 又夜睡又要夜起床 甚至長恨哥有一段 就說她坐下起床 原來這是一個糖尿病 警告 我上網看到一個文章 她就問 如果今時今日 你認識楊貴妃 你會請她去吃什麼 吃完一日 比較熱氣的食物之後 就要喝這碗湯 這碗湯的功效 是幫助有血糖問題的朋友 減輕負擔 姐妹 姐妹 有得到 成績 旁邊 姑娘 你好 姐妹 有得到 姐妹 玩 我 說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